我认为基层对于基层反应来说 有沟通、有进展其实都是好事 那当然时间或许不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蓝营的基层事实上是焦虑的 那所有我们相关的活动 陈时中部长也告诉我说 只要有时间他一定都会来一起相挺 所以我相信现在对于整个民进党来讲 这一次国会过半 还有台北市发行全上 都是最重要的目标 大家看到昨天的蓝白的第一次会议 这个基层其实大家都非常开心 也都希望大家有在共同理念之下 有机会大家进一步的合作 虽然在第一次的会议 大家或许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马上又约了第二次见面的时间 也希望大家在共同理念之下 有机会慢慢的把彼此的差距缩小 我认为基层对于基层反应来说 有沟通、有进展其实都是好事 那当然时间或许不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蓝营的基层事实上是焦虑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进一步合作 那大家如何去把期间缩小 那都要靠大家后面的智慧先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是否觉得对于这个蓝营这边的 无论是总统或是立委的选情 觉得会是有拉牌 还有会是看好的吗这样子 我觉得对于最近来说 有一些亏欺欺 有一些失望 甚至不出来投票的 他或许他会有更多的动力来出来投票 那个意愿就会更高 那当然蓝白的合作 对于很多的基层来说 所以我听到来说 大家对于这个合作 大家是很期待的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共同理念之下 有机会去消除更多的不同的意见 那后续来做后续的整合跟处理 那让更多蓝营的基层 中间的选民 在选战的后续可以关注到 更多蓝白和重要的政策 来带领这个国家 这才会是一个真正总统大选 选民要看到的活动 其实陈中部长 他现在是身兼赖清德 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 那在我之前所办的这个 问证的说明会 陈中部长也特别抽时间来参加 那所有我们相关的活动 陈中部长也告诉我说 只要有时间 他一定都会来一起相挺 所以我相信现在 对于整个民进党来讲 这一次国会过半 还有台北市巴西全上 都是最重要的目标 那陈中跟我都会团结 齐力 然后希望能够一起争取 国会过半台北市巴西全上 那尤其内湖南港就是 国会过半的关键 那我相信陈中部长跟我都会 一起努力来争取内湖南港 能够一起来这个当选 然后国会过半 台北市巴西全上 词 fog哨询 词 fog哨询 词 calib哟 演奖 词 词